让有些民众以为在台北市的内湖区突然下起雪了吗 原来是一起小吃店的老板准备要结束营业了 但是店内还留有三支的灭火器 只是老板不想要支付处理的费用 因此将灭火器里面的干粉全部喷光光 来听一段业者怎么说 因为要回收的话 里面还有粉要回收的话就是要找出于这个产生才能回收 那还要再回收给 还要使用还要回收的费用 那我已经买了这些器材 我要再花回收费用的话讲到 但是本来已经赔那么多还在用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算了 干净全部喷掉 从监视器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老板蹲在自家的店门口 拿着灭火器狂喷 整个骑楼瞬间是雾茫茫的一片 不管是机车还是地板无一幸免 也让父亲的邻居相当的困扰 相关单位要求业者尽速清干净 而对此台北市环保局也表示 这样的行为可以开罚1200元到6000元发还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面